上千万中国人民被迫流离失所 逃亡海外 乃是渐渐的客死他乡 还有诸如非政府组织 泛兰联盟组织 家庭教会组织 犯罪组织等等等等 哪一家不是欢欢喜喜组织起来 稀稀残残 共压下去 组织所和中国人民 一旦造反 是颠覆重罪 量刑十二年以上只是无疾死刑 而无组织的散兵游勇反民呢 则叫做善颠 一般官吏四年以下 差别巨大 所以习近平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 惹不得论不但是一个伪命题 而且是一个不知天下有羞耻实质的 侧头侧尾的 有零零的历史谎言 这一点中国人民 特别是那些已静暗暗的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 看得最清净 心里明镜死的 人民惹翻了不好办 惹翻了人民偷渡 惹翻了人民自焚 惹翻了人民专理习主席的车底 习皇帝的潜台词或许是这个 惹翻了的皇帝 那大伤口的脑筋也是不好办的 只是没见过惹翻了变反美的底层屌丝 反美的都是些惹不翻越惹越矫情的 司马南啊 胡锡进等黄白贵族 他们在美国的美好生活 正不急不缓的 十四五笨小康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节目 自家播出 惹翻了人民 不好办专辑 节目的下半部分 非要播出